Hello 大家好,又到了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那今天我找来的车主有点特别,因为它是一位女生 我们来赞赞欢迎 Moniz Hi 大家好,我是 Moniz 嗯,所以 Moniz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你开的是什么车? 我开的是 CX-30 红色的 嗯, Mazda CX-30 那 before that 我就要问你了,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 Mazda CX-30 呢? 呃,原本呢,我是看其他的车款 呃,我本身之前是驾 Myvi 的 嗯,所以呢,嗯,在买新的车的时候呢,我是考虑很多 嗯,所以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试车 嗯,那我试了什么样的车呢? 原本我是打算买 BMW 或者是 Mercedes 然后呢,连我朋友推荐我的 Subaru 冷门车我也去试了 嗯,XV 啦,然后呢,嗯,试完全部的车款 包括 Honda 的每一款也试完了 因为 Honda 跟 Toyota 是最普遍的嘛 对 我都试完了,包括 Seaway 啊什么的 然后呢,到最后还是选 CX-30 那 Mazda 里面呢,嗯,CX-30 Mazda 3 还有 CX-30 还有 CX-30 我也是试完了,嗯,嗯,嗯,那,嗯,呃, CX-30 它的高度,宽度,呃,我觉得很适合女生 也很舒服,嗯, Handling 也很好 里面的设备,还有空间都很舒服 可是呢,呃,有一点就是它的空调的,空调出口的设计 哦,我就,哦,OK 所以你是因为它的这个,呃, Aircon 的这个设计 对,所以就没有选择它 因为我看你讲到这样,好像你真的觉得 诶,CX-30 很适合你 嗯,CX-30 真的是很好 嗯,然后呢, Mazda 3 Sedan 的线条很美 嗯,然后我很喜欢,尤其是 混动红红色这一款 嗯,那,呃,只是我带妈妈去试车的时候呢 嗯,呃,因为也要顾虑父母这样子 对,想要载它们买以后 那,呃,我妈妈就是一进那个车 在后面的那一边,就敲到了头 那我就想说,啊,就可能太低,不适合它们 嗯,那我觉得,呃,那就不要了 嗯,虽然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 呃,然后第一,过后呢,就看到了 CX-30 这一款 它是介于 CX-3 和 CX-5 中间的 对,对,对,对 那一个 Series 对,我觉得挺好的,诶,这个车 我坐上去的时候,我妈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哇,这个车很适合你 嗯,就像是 Mazda 的那个 Slogan 这样 人车合一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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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呃,我觉得,诶,坐上去也是挺舒服的 嗯,呃,虽然没有 CX-5 的空间那么大,那么高 嗯,可是呢,呃,它给我的感觉是很适合 啊,包括座位的大小,然后呃,它的高度,然后它的一些设备,好像说,椅子可以调 按一个,呃,一个键,它就会自己移动 对,那,对,而且它有两个记忆键 嗯,那两个记忆键呢,就是,第一,它分 E 跟 E 跟 E 的时候呢,我就是调 我一上车,要驾那个车,我就按 E 嗯,它就自动去调去我平时驾车的那个位置 对,对,那二呢,我就是调我下车的,哦 对,那一个,呃,高度,因为下车 就是比较方便你上下车,这样子吗? 对,下车呢,那个坐包要移后一点嘛,对,对 然后就可以自动调低,嗯,啊,然后就下车咯 哦,OK,哇,还蛮特别的,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诶,原来这个Memory 6 可以这样子用 是是是,然后漂亮是一回事,我觉得女生选车,呃,不外乎,呃,两个因素啊,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嗯,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选车的外形哦,外形跟内形,对,就是美不美啊,然后里面美不美,都是美的一个字 对,美,漂亮啊,这种美,那第二个因素呢,最重要是安全,那安全的部分呢,我自己个人是很注重的 尤其是,呃,马来西亚的,呃,安全,环境啊,什么,我都要顾虑到,嗯,呃,那自己自身的安全,尤其身为是一个女生,那时常都是一个人出入,哦,对,对 然后我觉得安全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辆车呢,呃,安全呢,我就,呃,呃,收手了,呃,它的安全的部分 那因为它有一些什么,Driving Assistant 啊,嗯,还有一些,呃,呃,呃,我去check了那个,呃,什么有一个网站叫什么 MCAP 啊,还是什么 哦,对,呃,对,那个,呃,碰撞测试的那个机构,啊,Car Crash Test 啊,对,对,对 那是98% 安全的,如果是 for driver 的这一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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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诶,我用这个价钱,然后又可以买到 Volvo 这样子的一个安全 security 我觉得这是挺值得的,嗯,嗯,嗯,所以我就觉得,呃,诶,这款车就是我要的 这两个因素,美跟安全,决定了我要买这款车,嗯,原来是这样 OK, so Moniz,呃,你这台车买了多久啊? 我这台车是从5月开始驾到现在,那register 的时候,对,register 的时候是3月9号,那是 defollow MCO 咯,很不幸的 对,对,对,所以你到5月才有机会真正的去把它开出去啦 对,OK,那我要问的其实是,呃,你对这辆车啊,就是你开到现在 你觉得它的整体表现如何? 它的表现啊,嗯,其实,呃,其实,呃,我听过一句话啦,嗯,呃,要看你是不是选对一辆车? 对,很重要! 当你停了那辆车在一个位置,你还会去一直回头看它的,其实回头率很高 对,对,对,那这辆车呢,基本上的回头率,平均都有三、四次 对,我拍了那个车,我都还会一直去看它,哇,真是在欣赏自己的孩子的感觉 爱车嘛,对不对? 呃,然后呢,因为它在不同的光线跟角度会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路很多弯,也很多绕,嗯,很多飞距 嗯,嗯,啊,这一些弯,呃, before 去个头之前也有很多弯,嗯,对 所以这些弯,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呃,担心 以前我叫Maiwi的时候,我要按很大的车,嗯,才可以把那个车固定回那个车,嗯, 那现在呢,呃,我觉得在转弯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定,很安稳,很安心 我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也是有做了一些研究 嗯,那它这个车为什么它稳定呢? 因为它四个轮驱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它特别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安全的措施 就这四个轮它会自己平衡,对,呃,我,你讲的这个应该是它的GVC Plus,对吗? 嗯,应该是,对,不太会,可是就是记得那个图画四个轮,嗯,嗯,然后呢,呃,它会自己自动平衡, 平衡那一个,呃,力度啊,重量啊,嗯,对吗? 然后就让它很稳定的去转那个弯,还有行走,嗯,那我觉得,呃, 呃,加上这个车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挺开心,因为感觉不用什么brake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是想要,呃,觉得是挺优的,就是,呃,它在park 车,嗯,停车,还有detector,或者是人事物的时候,哦,呃,它的这一个sensor是很sensitive的,嗯,当然sensitive,有,有点个缺点啦,可能我等一下再谈这个,那,呃,呃,它的那个停车, 车那边呢,就它的,呃,sensor,camera,它都很清楚,嗯,因为是HD的,那个,螢幕嘛,嗯,对,对,螢幕LED screen,嗯,就是很清楚,嗯,然后也很sensitive,如果我旁边有一些柱子啊,或者是有些物品,嗯,它都会自动刹车不让我停的,哦,是啊? 对,哦,OK,嗯,嗯,我可以说是基本上用完它全部的功能,因为我驾车技术,呃,不是很好,所以启动了它大部分的功能,OK,在行驶的时候呢,就是驾驶这个车的时候,它也有一些,呃, hood 一把声音,呃,呃,这样子,嗯,啊,给我们去,呃,注意啦,去留意,对,去留意旁边有没有车来,嗯,那旁边有车来的话呢, 它的 side mirror 会有一个三角形亮灯的 对,比较 fly sport,车车盲点真车啦 盲点很重要喔,因为有时候在改连车的时候 就看不到有车我就会搁过去 就可能突然间后面有车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这款车呢 是可以 detect 到路上的线 对,你的是 full spec 的是吗? 我的是 full spec 的 OK,所以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是,它 detect 到下面的线的时候呢 它就会提醒我,我就是靠近那个白线了 然后如果再靠近就会出界了 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车 我这一款车,Mazda CS 30 它在训练着我 而不是我在...对,指使它 而是它在训练我 它其实 somehow 也算是在 improve 就是改进你的这个驾驶技术啦 对,它也教育我 Educate 我 as a driver 应该要怎么样去更好地加这个车 然后怎么样更安全地在马路上行驶 所以我久而久之,我加这个车之后呢 我就很少听到滴滴滴的声音了 因为我就会很自觉地去看一下 诶,有没有超过线啊 然后是不是走到很直啊 不要随便摆 steering啊 什么时候应该摆,什么时候不应该摆啊 这一些的 attitude 咯 哇! Monique 分享了那么多啊 我可以感觉到你真的很爱这一辆车啦 不过我还是要很残忍地问一下你啦 就你觉得这个CX Studio 有什么缺点 还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好的,缺点的部分呢 其实也没有太多 说实在的 有一个我觉得比较 比较 minor 的缺点 就是它太敏感了 敏感? 嗯,它的感觉很敏感 就是有一点点肮脏 或者是一点点雨水 哦,OK 它 detect 到了 它就会显示说 前方是有障碍 嗯 有时候呢,会显示到失灵 嗯,那个radar有问题 这是我时常收到的 alert 嗯,那还有吗? 嗯,还有一点我不懂是我的车而已呢 还是别人的同款车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在调它的座位的时候 嗯,座包 嗯,它的那个皮跟皮的摩擦的声音 就是它的那个中间放手那边是皮 然后,嗯,它会有一些像打皮的声音这样 OK 嗯,这样子的声音 然后呢 就 就 我朋友上我的车的时候 诶,什么声音哦 就会吓到啦 对,诶,什么声音哦 你打屁啊,是这样 然后我就 蛤,所以 因为可能我习惯了 所以我就不以为意 那这个声音 我最近也是朋友 detect 到 然后我就想说 诶,是哦 怎么有这个声音呢 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那第三个小小的毛病缺点呢 就是,就是刚才我说的 它,呃,这个车座包 跟中间那个放手的地方 它中间有一个缝隙 嗯,那这个缝隙呢 就是时常,呃,女生嘛 就会时常放一些什么小小的拼头发的东西啊 或者是脱了耳环 可能就放在中间啊 嗯,然后拿出来要带的时候 掉下去了哦 东西掉下去了之后呢 我就不懂要怎么找回来 因为座包下面太多那种高科技的尾压 所以呢,我就等着洗车的人 帮我洗车的时候 可以帮我找回我的东西咯 这样子,对 OK 啊,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气太美了 啊,OK 你的是Soul Rig Crystal吗 对,然后 当中到一些stone chip 很容易哦 它的那个气就会 就会拖大 对,对 当我知道了这个车的缺点之后呢 我就去了一家叫做Horace Premium的 嗯 KL的那一间的 他们有的 跟我解释PPF是什么 然后怎样可以防止stone chip这一些 嗯,我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我知道了这一些 嗯,那这个的缺点 就可能可以用PPF来 来,呃,cover 那现在呢 我身边的朋友 有很多买CX30女生 那我每次都会问他们 诶,你拿到车了没有啦 第二个问题就会问他们 诶,你要去PPF哦 不然呢 中stone chip 然后你就会很心痛 那Moniz啦 其实哦 讲到CX30啦 很多人就会讲 诶,它的后座空间呢 比较小 然后还有这个carboard 也是比较不够用 像你身为车主啦 你觉得这方面如何 其实它确实是空间 在后座部分 是比较有一点窄的 嗯 不是那么的宽 呃,它的高度呢 也没有很高 因为它的那个设计 是前面比较宽 嗯 Driver的享受 跟Driver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 呃,它设计这款车的时候 的一个构思 嗯 所以呢,对于空间部分呢 呃,Driver是很满意的 嗯 只是后座的 passenger 我有时候担心 我的父母会不会太窄啊 嗯 然后就会特地就 调前去一点 然后让他们比较舒服 嗯 可是其实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是,不会窄啊 OK啊 这样子 所以你的后座乘客 其实是满意的啦 啊,是满意的 然后后座还有 那个空调 啊,对 嗯,空调 然后他们 我就说,哎,你们记得开那个 Econ哦 开空调哦 啊,OK,OK 咚咚咚咚,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开 还有可以放扶手 放背 对 放扶手 然后放东西这样 那在后面的 boot 那一边就是 呃 那个叫什么 storage 对,尾箱空间 啊,啊,车尾箱 嗯,对 我们女生就是这样 车尾箱的部分呢 我很满意它的高度 因为它的高度 跟CX-5是接近的 那CX-5最满意的就是那个高度 那CX-5的就是 第二满意咯 啊,对 所以呢,它的高度其实是不是挺舒服的 因为女生很喜欢放很多东西在后面 尤其是我们的鞋子啊 包包啊 或者是一些 呃,呃,呃,我自己是有放一些书本啊 因为我喜欢看书嘛 嗯,书本啊 然后一些 呃,有时候需要用到的 呃,护肤瓶,化妆瓶 或者是什么 你的私人物品啊 对,私人物品啊 然后呢 我就不用完整 包括我 我买了衣服之后呢 我放去车尾箱的时候 不用完整这样子放 不用好像很低这样子 因为平时一些车的 那些车尾箱 它是沉下去的 那这一个是平的 哦,OK 平的 还有,呃,它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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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considerate 就是高度刚刚好 对对对 它顾虑到我们人的 有Asian啊 的高度 然后还有,呃,呃,呃 就是不用弯腰那种舒适的度 嗯,嗯,嗯 还有它有铺上一层 那个 mat 嗯,嗯 所以我们在放东西的时候呢 也觉得,诶,不会担心挂花还是怎么样 嗯,嗯,嗯,嗯 那就很舒服的放下去咯 那包括那后面的空间 我是觉得挺OK的啊 嗯,挺OK的 嗯,当然没有CX-Pi 那么大啊 但是也是 用一个女生用OK的 够用啊 对,够用的 嗯,嗯,嗯 OK,所以 Moniz 这台车你讲你开了五个月吗 嗯,差不多 差不多,有 Service 过吗 有 嗯,那我还是不免俗的要问一下啦 你就把这台车,因为 Mazda 的 现在是有五年 本来你们是五年 但是现在是有六年的这个 Free Service 所以 Maintenance 上面我就不问多了 我就直接问你,你拿车去 Service 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 Mazda 的 Service 整个服务,整体服务表现如何 首先呢, Mazda 的 Service 是 有五年到六年的这个免费的保夹 还有免费的这一个 Service 呢 我是很满意的 嗯,因为不用担心说 去到那边又要花费更多的 Label Fees 啊 或是一些机油的钱啊 对,零件那些 都是 Free 到完是不是 对,都是 Free 到完的 那第二呢,就是 它第一次的 Service 呢 它会先做一个 Inspection 那 Inspection 看下你的车 出厂了之后,架了差不多一个月 有什么样的一些 Defect Manufacturing Defect 啊 它就会帮我 Raise 那个 Problem 跟 Issue 上去 原厂那一边 包括如果有一些 Cheap 拼到不好啊 它就,它都会去帮我 Raise 或是有一些地方是 可能它,怎么说 拼到不是很齐啊 或者是 Rubber 那边有 一点点剥落 就是它 Rubber 跟 Rubber 的摩擦之间的 这些小小的 Manufacturing Defect 都会帮我去做一个 Checking 还有帮我去做一个 Claim 的动作咯 嗯,它们主动做吗? 主动帮你做吗? 对对对,第一次的 Service 会做的 哇,OK 嗯,嗯,嗯 那第二次的 Service 呢 因为我总共 Service 了两次嘛 那第二次的 Service 呢 就是它们都会做普通的 你们都懂的那些 男生比较懂的 什么换机油啊 什么 Engine 然后引擎油 什么 Check alignment 那些咯 嗯,嗯 那,呃,呃,它们 呃,就是很仔细的 Check 也不会是随便的 Check 然后包括做 Booking 都很方便 然后 Masta 还有一个 App 的 每一个 User 呢,都会有一个 Link 嗯哼 Click 了那个 Link 它会 SMS 给我们那个 Link 然后那个 Link 只有你自己有的 嗯,那一 Click 了那个 Link 就进去你的 User Profile 有一个 Portal 可以看到你的 Booking 的时间 Booking Time 和 Booking 地点 还有哪一个 Branch 对,然后呢,第二是 呃,它的 Service 呢 去一些比较大的 Service 所以我是想要在这里可能提醒 呃,车主们 车主们 呃,要去找一些是 呃,Masta Authorized Panel 的 那一个 Service Center 因为它有分 Dealer 跟 Panel 的 嗯哼,嗯哼 呃,那就直属的 Panel 的那一种呢 它们是比较大的 然后也比较有 Record 因为它们 System 是分开的 哦,是啊 嗯, Dealer 跟 Panel 的 System 是分开的 哦,OK Dealer 是自己有一个 System 记录了 它可能定时一两个月 正式去 Update 总行 那,呃,Panel 的呢 是一 Key In 进去 就立刻 immediately 就 Reflect 咯 那,呃, For Claim 啊 Service 啊都会比较快咯 那,呃,这一部分呢 呃,还有附加一个就是 我挺喜欢 我觉得,我相信每个人 应该也是喜欢啦 嗯哼 它的,比较大的一些 Service Center Panel 的啊 它有免费的洗测功能 哦,就是你 Service 一次车 它会顺便洗车给你啦 对对对 它都会有一个洗车的空间 它都会 offer 帮你洗买车 然后 Service 了洗了车 然后再给你 包括里面它也会帮我消毒 哦,OK,哇,不错啊 消毒了之后 它会挂一个牌子跟你说 诶,这是消毒了的 还有 Mazda 的 Logo 在那边 所以整体的服务是蛮贴心的 哦,很贴心 嗯,嗯,嗯 OK啦,那接下来 我觉得就是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 Moniz 嗯,分享一下你对这一台车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后悔买这个 CX-30 后悔 后悔这个字 完全没有出现过 嗯,对 呃,从来不后悔 因为呢,在买这辆车之前 已经做了很多 Research 还看来很多 Review 之后呢,它太多有点不能不买 然后不买就会后悔 啊,不买就会后悔 那,呃,所以买了之后呢 反而是觉得很庆幸 嗯,也很幸运 嗯,因为我选对了车 之余呢,还解释了很多 很热爱 Mazda 的车友们 哦,所以小姐姐你是有加入车友权的啦 哦,对对对 OK,嗯,可以分享一下你加入什么 嗯,这个车友权吗 呃,我是加入了这个 首先当然是要加入自己 最,最适合自己的就是 Mazda CS3 啊,CS3 啊,CS3 啊,sorry,CS3 对,Mazda CS3 Club Malaysia 嗯,然后 Blanket Official 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 page 在Facebook 哦,Official 那个是 for owner 的 哦,OK 啊,是一个 private group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 sales啊 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爱车的人都在里面咯 嗯,那呃,这个 official 的 group 呢 是有一群,呃,committee admin 来管理的 所以都很谨慎 有看过这个车主是有车才 approve 进来 那呃,很荣幸的他们也邀请我成为其中一个 admin 哦,对,一起帮忙管理这样子 嗯,嗯 那第二呢就是,呃,我加入了一个叫做 Mazda 吹水站的 啊,这个最近很红 嗯,很红 对,我也是在 Mazda 吹水站的那个邀请之下 他参加了他们的那个 Dessa Park City 的 PT 对,那天我们也是有趣 嗯 你们真的是很热,很热情哦 真的是很团结 是 我觉得很羡慕你们啦 就是你们这一班 Mazda 车主就 大家一起出来 这样的感觉很好 氛围很好 嗯,对,我们的感觉很好 而且里面的人都是很热心 也很热于住的人 他们不会吝啬分享任何对你的车好的东西 还有你的车有什么缺点要注意的地方 要怎么样去保护,保护车 然后呢,还会分享一些接触 哎,如果你要做一些 PPF 啊, Tinted 啊, Cutting 啊 什么样的店面是提供最好的价钱 最好的服务,然后有相熟的人士 然后,呃,什么样的价格是适合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你知道我们女神都不会这些 对 对,那这一个吹水站呢 我加入了他们的Facebook Page 之后呢 他们也是有一个WeChat Group 嗯,那我也是有在里面 呃,就大家都平常每一天 daily都很热心的打招呼 也分享自己每每每车的那个照片 有时候,驾车去海边啊 或者是,呃,去哪里高速公路 或者是比较风景美的地方 他们都会在里面分享 嗯,有一些聚会 嗯,我们叫 TT 啊,然后有一些好像比较远距离的一些 呃,会呃,叫做什么? 呃,路程,好像去旅,旅途这样子 哦,OK,OK 就叫 OTT 那这些他们都会在里面酒 然后也会在里面,呃,呃,有时候 叫喝茶 或者说,诶,我在附近哪里 然后有谁在 然后一起来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些 MCO 或者是 Rootbox 的情况 也会在里面分享 我觉得挺多功能用途的 嗯 然后也很,很庆幸认识到这一群这么热爱车的朋友们 还有,呃,他们真的很善良 然后也,呃,教会了很多东西 真的是很感激 也很感恩 那,呃,他们的,呃,这一群朋友呢 可以算是,呃,生命的朋友这样子 对,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对 所以,呃,有一句话就是说 爱车的朋友都不会太坏 对,这个我很赞同 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嗯,是是是 真的那个氛围太好了,我很羡慕 有困难有时候都会去问一下 你有认识,呃,呃,什么 那我们最近治水嘛 嗯 很多地方都治水 然后就会问一下,诶,你的家有水吗 我可以来接水吗 或者是接地方洗澡什么 他们都很乐意的 那么热心啊 对对对对 哇,真的很好耶 真的是一家人喔,这样 嗯,CX30在垂垂战里面 因为面对的是各位的前辈们 所以,呃,有一个CX5的是叫做Sar群 Sar群是非常,呃,庞大 然后也非常团结合群的一群 Mazda CX-5 的主持人 那我们 CX-30 就跟在他们的后面咯 我们叫 Nimo 哦 你们是 Nimo 对 我们是 Nimo 他们是傻鱼 我们是 Nimo 就跟着他后面 我那天还听到 CX-9 是鲸鱼 哇 所以你们都是鱼群啦 好啦 那可以看得出了 Moniz 真的是很爱他的 CX-30 然后我们也刚刚才知道原来 Moniz 也是一位小主播 他有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 Instagram 的 account 好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啦 你的这个 account 好的 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叫 Jet & Momo 那等一下他会分享出来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Mazda CX-30 还有我们 CX-30 Club 马来西亚的一些动态 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这台车 可以follow我的 Insta 叫 Moniz He 那你们就可以多一点去了解这台车 然后了解我平时驾这台车的乐趣啊 然后跟 Mazda 车主们一些互动的情况啊 还有这台车对我生命中的改变和变化是什么 是蛮有趣的哦 嗯 那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直接问 Moniz 当然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有什么想要知道啊 或者是有什么看法 又或者是你是 CX-30 车主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故事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这一个影片的下方留言 然后问我们做做朋友 那非常感谢 Moniz 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哇 真的是很特别 今天就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女生 上来和我们分享 对她自己的爱车的看法 因为从女生的这个角度看了真的是很不一样 今天也学到蛮多的 嗯 谢谢你 我也学到很多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期的这个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啊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那我是小明 Mondis 谢谢你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